1983年《射雕英雄传》已经播出大获好评 表情木纳的郭靖 俏皮可爱的黄龙 雕蛮却不失可爱的华征公主 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今37年过去了 黄龙扮演者温美玲早已逝世 郭靖扮演者黄日华也刚失去爱情 而华征公主黄造石却隐退娱乐圈 今天老十三就和大家聊一聊黄造石 他除了是华征公主的扮演者 还是著名歌手童安阁的表妹 黄造石1963年出生于香港 小时候的黄造石非常喜欢表演 中学毕业后考入无线电视台第八期议员训练班 与廖启志 汤震业 梁洁华等人还是同期学员 训练期间不断努力学习 毕业后顺利进入TVB开始演员生涯 长相甜美可人的黄造石受到了电视台重用 担任儿童节目《跳飞机》主持人 1979年黄造石被选中与《迷雪》合作 出演人生中第一部作品《绝带双胶》 剧中客串一个小角色 虽然戏份不多 但精彩的表现吸引不少导演的关注 就在这时黄造石被发现和李承昌拍拖 但由于两人的事业发展越来越悬殊 没过多久 这段感情就已分手告终 黄造石在1982年拍摄一条 樱花彩色飞龄广告 长相甜美的她是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 还被誉为青春玉女 1983年 《无线电视台》开始筹拍《射雕英雄传》 原定黄造石饰演女一号黄荣 黄日华饰演男一号郭靖 杨盼盼饰演穆念慈 苗乔伟饰演杨康 可是因为黄造石说粤语发音不太纯正 无奈之下找到翁美玲代替了她在剧中黄荣一角 而黄造石只得退而求其次 成了华生公主的扮演者 而且刘嘉玲也在这部剧中 饰演的是黄造石身边一个丫鬟 剧中华生公主是郭靖的青梅竹马 要与她成亲 中途却被黄荣截火 我好害怕 我害怕失去你 没有你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真的想死了算了 于是黄造石把华征对郭靖的爱恨情仇 完美地展现出来 因此他和郭靖成了最让观众 感到惋惜的一对 而华征这个角色就好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 成为无法超越的一个经典角色 黄造石还被誉为最美华征 和翁美玲杨盼盼并称为香港三美 同年黄造石趁热打铁 和梁朝伟张曼玉等人 合作电影《心扎师兄》 饰演林培贤一角 当时的黄造石人气一度超过刘嘉玲 不止在香港在内地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原本星途一片明亮 却在此时传出他和郭靖扮演者黄日华的绯闻 黄日华当时有一位公开的正牌女友梁洁华 还是黄造石在无限议员般的同学 那时黄日华和梁洁华感情不合 黄造石和黄日华在拍摄《射调英雄传》时又走得很近 因此被许多人认为是插足别人的感情 个人形象受到了影响 传闻毁掉了黄造石的大好星图 无奈之下在1985年跳槽到亚氏 虽然刚签约 但亚氏也是给足了他资源 这期间他拍摄了《秦始皇》 《白发魔女传》等剧 一直不温不火 再也回不到华征给他带来的荣耀 直到1993年 黄造石拍完《色语追魂》后 隐退娱乐圈移民英国 原本以为黄造石就此移民英国安享晚年 谁知他却摇身一变 成了副局长陈姬志的太太 黄造石最近一次出现在观众事业中 还是2019年 他和丈夫在超市购物被人认出 黄造石身穿便衣 发型简单 脸上明显有了岁月的痕迹 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 前尘往事随风散 57岁的黄造石拿得起放得下 活得潇洒 活得快乐 作为他忠实粉丝的老十三 我深深地祝福他 不论怎样 黄造石永远是我们美丽的花郑公主 是我们所有人青春的美好回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